接下来今天的医疗专题报道带您来认识 先天性遗传代谢疾病 蚕痘症 蚕痘症是一种红血球酵素病变 正确名称是葡萄糖60酸去氢酶缺乏症 兼称G6PD G6PD在我们的细胞内 主要是扮演还原当量供应者的角色 由于此症的患者会在使用蚕痘后 出现急性的溶血 黄胆 以及排出深茶色尿液等症状 因此俗称蚕痘症 为何在使用蚕痘后会发病 因为蚕痘中含有两种糖肝 缺乏G6PD者会诱发体内自由基大量生成 而最终造成溶血反应 而缺乏G6PD的患者 不只有蚕痘不可食用 生活中有些物品 如含有薄荷脑的药膏 也会引起蚕痘症病人的溶血反应 而医界也正积极地研究 缺乏G6PD的患者 是否容易得到其他后天性或退化性疾病 法界新闻吴永曲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